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 师父叹息 当年你父亲舍不得你与财富隔绝 若今朝不回去 恐快要错过何等良机 白灵知道 师父的话一点也不夸张 从小到大 他才知道父亲留下的家产是多么的庞大 而这份承诺更是承载了无数人的期待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的心中也逐渐萌生了一丝好奇 如果我下山 家族会有什么变化呢 在师父的催促下 白灵最终还是选择了下山 离开山顶的那一刻 他心中盈盈有些不舍 但也充满了期待 他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将简易的法器装入背包 迈出了回归世俗的第一步 刚一踏出青云山 白灵便感受到外界的繁华与喧嚣 阳光照耀在街道上 繁忙的都市让他感到陌生又新鲜 引导他的 是一股神秘的力量 似乎在引领他去寻找遗失已久的东西 万一家产的继承者 你也不简单啊 路边的阴暗角落 突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白灵抬头 看到一名年轻男子正靠在墙边 眼中闪烁着一丝脚狭 你是谁 白灵警觉地问道 我叫路凡 听说你下山来继承家产 正好 我可以帮你 他微微一笑 眼神中掠过一丝阴险 谢谢 但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白灵冷冷回应 哼 你至今仍在天真的以为 继承家产就是简单的办手续 路凡轻蔑道 你不知道 在你父亲手下 还有其他人想争夺这些财富 白灵的新一景 他忽然意识到 父亲留下的事业 必然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与挑战 这一念之下 他开始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挑战 有了一些警觉 白灵继承家产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整个家族 他到达白家时 被众多人围住 长辈们纷纷向他恭贺 表面上皆显示出无比热情 内心却暗潮汹涌 白灵 快来 我们家族一直等着你 一个美丽的小姐走上前 笑容甜美 犹如春风般温暖 我叫白烟 是你的表姐 他朝白灵挥手 神态自然 虽然他微笑着 但白灵却从他的目光中 看出了不同寻常的情绪 他懂得 作为继承者 自己的存在注定引来了无数的羡慕 极度与觊觎 他暗自下定决心 无论前方有什么艰难险阻 他都绝不能让自己陷入 这些尔虞我诈的漩涡之中 在白灵正式继承家族财富的仪式上 场内气氛如沸腾的锅 长辈们轮流讲话 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渴望 白灵说话时却显得有些平静 浑然不在这种浮华的气氛中 白灵 得知你回来 我们才知道 你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白家族长顿了顿 眼神中透出深意 悬门之术能保家族安宁 你默默修炼多年 现如今回家 正是时候了 家族遇到了风波吗 白灵一挑眉 感觉这其中 似乎与他的父亲有关 族长沉吟片刻 方才竟露出苦恼之色 其实你父亲在世时 便做了许多安排 这其中有些事情 不可言说 白灵 万一有危险出现 你要找我 刚刚那个表姐白烟 摆出关切的模样 隐忍得如同 在小路斑笔斑可怜 我会的 白灵点头 虽然这些表面上的关心 看似亲密 心中却如同一层 重重疙瘩掀起的涟漪 白灵知道 自己将卷入一个 巨大的风暴之中 她需要找到线索 揭开父亲当初留下的隐秘 在新生活的开始 白灵的身份 如同一颗闪耀的星星 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她发现自己身边 围绕着许多对她有益的人 不论是家族的 还是外面的朋友 于是 她决定低调修炼 将悬门奇术 运用于日常之中 她常常在月光下修行 观察周围的一切变化 与此同时 她也在调查 父亲留下的遗物 经过多日的搜查 白灵终于找到了 父亲曾经的书房 在书房的一角 她看到一个封存的大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部黑色的书籍 封面上写着 全门传承四个大字 书中的内容 宛如一片浩瀚的海洋 让白灵心潮澎湃 她发现 这不仅是她的修炼宝典 还有一部分 是父亲早已预感到的 那场家族纷争的预言 你的任务 是行善与化解那些争端 书中提到 行善 白灵喃喃自语 心中的坚定再次燃起 或许 自己不仅仅是从山上下来 而是注定要成为拯救众人的小福星 在家族中的生活逐渐平稳之后 白灵也与家族成员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尤其是表姐白烟 此人性格开朗 愿意与白灵分享家族中的趣事 白灵 最近你修行的怎么样 白灵透过窗边 微微一笑 还行 正在适应这个新环境 白灵诚恳地回应 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的 白灵眼中透出了坚定的期望 白家需要你 你就是我们老白家的希望 听到这里 白灵的心中涌动满满的温暖 他坚信 如果能利用自己在悬门修炼的奇数 帮助每一个人 成就的将不仅是他的理想 更是家族和亲人之间的和谐 不过 浮华的生活总有阴影 不久后 继承家产的消息 引起了另一个大族的注意 那个家族是白家多年的敌人 在他们的心里 希望能借此机会 打击白家 争夺利益 白灵 一场腥风血雨即将降临 在一次聚会上 白烟神色凝重 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我知道 白灵心中早有打算 他继续通过修炼 为自己搭建一份强有力的法术体系 这些日子 白灵始终能够感受到 苍穹下万物生灵之间 不断交织的能量 他暗自祈祷 给予他力量来保护家族 随着时间的推移 白家的对手开始布置阴谋 不断针对白灵的家族进行打压 白烟前来提醒白灵 表示他已经察觉到了敌人的动向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要提前应对 白烟愤怒地说 我明白 白灵点了点头 心中早已做好付出一切代价 去保护这一切的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调查 白灵终于找到了敌人准备进攻的证据 他在家族的会议上提及这些情报 引起长辈们的重视 我们必须采取反制措施 阻止他们的阴谋 白灵坚定地说道 你有什么计划 组长询问 我可以利用我修炼的悬门符咒 设置一个防御阵法 一方面防守 另一方面也能引导一些力量 白灵沉思片刻 却将自己的小福星展现得淋漓尽致 长辈们凝望着白灵 心中皆感到震撼 他的力量不仅仅凝聚于修行之上 更多的则体现了他对家族的责任 白灵运用法术迅速不下阵法 期间白烟和家族的其他年轻人也参与其中 齐心协力 终于防御阵法初步完成 白灵对此无比期盼 敌人很快出现 气氛如同暴风雨前的宁静 他们带着强硬的气派 意图吞并白家的家产 白灵 准备好了吗 白烟鼓励道 我会将一切收拾干净 白灵目光坚定 当敌人们涌入 白灵发动了阵法 瞬间四周能量汇聚 上百个光芒相继闪烁 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护盾 围绕在白家周围 怎么回事 敌人猝不及防 满脸错愕 白灵趁机冲出阵法 手握法器 迎上敌人的首领 你的邪恶阴谋不会得逞 白灵直言 面露愤怒 首领隐约感受到白灵的法力 顿时不屑 你这种小姑娘也是忌惮我 没错 你的确有些天赋 但可笑的是 你竟敢与我们抗衡 势力再强 也无法扭转人心的宿命 白灵冷冷回应 斗法在瞬息间展开 白灵的悬门奇术如光芒四射 寸步不让 渐渐逼近敌人 随着最后一道光刃刺出 敌人首领终于无法抵挡 暗尽尽尸 随着首领被击退 敌人们看到形势不妙 纷纷选择撤退 白灵心中的束缚 在这一刻尽数解开 他知道自己做到了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 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 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 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